顶星有关的就是这个台北101的经营权会不会变天呢 明天台北101要召开例行董事会了 立委要求财政部一定要拿回经营权 但是财政部长表示明天只是例行的会议不会改选 但在临时动议呢其实会提议 要求顶星二董魏英娇辞去台北101 副董事长跟总经理的职务 有没有这回事啊 有没有 无中生有 无中生有 我对这些名嘴无中生有的能力表示敬佩 赵十一台面下有政治介入 张盛和极力撇清和魏家有接触 但外界最关注的还是顶星魏家能否再拿101经营权 请魏家主动的辞去101的副董事长 兼任执行总经理可不可以部长 是 委员如果他们能够自动退出 那是两权其美对大家都最好的 所有的权力都在魏家手上 这个是若能甲 若能饼 若能饼 若能钉 通通知到的啊 安指官派董事长被架空 顶星黑心有风暴后 立委要求财政部一拿回实质经营权 别毁了101形象 拿67亿跟你赌这个147亿的这个经营权 这样子的话你还没有办法处理它 这样就是无能啦 炮火大开 财政部长显得无奈 因为顶星目前持有37%股份 而且当年还只花了6亿就拿下101经营权 如果你办不到的话我就是定义你无能 要财政部硬起来不要只是嘴巴说说 不要说现在看起来好像是 因为要 走得到做不到啊 委员我跟你讲 这个我们内部不是没有讨论啦 如果说明天就贸贸然提出 结果又失败啦 外界就说财政部没有能力啦 为了挽回损失和形象 顶星旗下的康师傅停止授权给台湾卫权 段伟求生意味浓厚 经营权保卫站提前开打 顶星试拿101 关股能不能保住民心 考验者财政部智慧 东森财经新闻 小涵和冷凯台北报道